好,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二小节 阿里面OSS的相关概念 我们看有哪些基本的概念 首先是object object就是说直接翻译是对象 就是OSS里面其实每个文件都当作一个object 它的文件大小其实最大不超过5G 如果用put直接上传它不超过5G 它可以通过分块上传的话 最大是48.8TB 一般情况下是绝对是足够了 每个object其实分key data和meta data 其实它分一个就是文件名和数据 以及这个文件的meta就是描述的信息 比如说一个图片 文件名123.png 大小是多少 那它的这个名声是什么 是大小写 上传日期 最后修改日期等等都是meta信息 那dat就放在具体的这个文件的数据 每个文件和文件夹 其实都是一个object 这概念非常重要 bucket 就是它就每个object都必须包含在一个bucket中 bucket就相当于一个大的一个文件夹 每个现在用户最多创建10个bucket 如果说需要工作真的需要创建很多bucket的话可以去发工单去申请 bucket的名称在整个OSS全域是全局唯一不能修改 一旦创建成功再使用的话是不能修改的 每个bucket中存放的object的数量和大小没有限制 这是一些特性 一个应用可以对应一个或多个bucket 这是没有限制的 object bucket 这是用OSS的话是最最重要的两个概念 第三个是service service其实是它是一个虚拟的存储空间 每一个用户对应的一个存储空间一个service 其实一个service下用户可以创建多个bucket SSID和SSK 就是API的一个密钥 就是说我们的OSS是前面讲到都是用REST for API来提供服务 其实没有界面的 除了管理控制它以外 没有任何官方的界面 它是通过API去操作 API去上传文件 API去下载文件 然后通过其他的方法去浏览文件 它每次API调用的需要 用API的登录 那就用XSK和ID来登录做签名使用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我们看一下OSI数据的组织结构 一个用户的一个服务 然后下面有bucket 多个bucket最多十个 那每个bucket下面可以放很多的object object 其实一个directory 目录也是一个特殊的object directory就是以斜杠结尾的object 都叫目录 那目录下面还继续放object object下面还继续指目录 然后继续放object 每个object有k,data和meta 三部份信息 这个是和普通的自拍文件 有所不同 大家需要去熟悉和理解一下 然后才好对后面的内容进行学习 访问域名 OSI防御移民 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除了我们自己学到的那些内容 如果我们想去请求 或者使用这个OSI的话 需要一个它的防御移民 防御移民有两部分组成的 一个是bucket name 另外一个是endpoint 就是后面的一个节点的数 一个UL 比如说北京、杭州 各不相同 所以看一个举例就知道了endpoint 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以青岛节点为例 对于外网来说 它就是OSS-CN-青岛.r0.cs.com 杭州的话 它是杭州结尾的bucket 如果我就想杭州RES 这是bucket的名称 那后面就是叫endpoint的名称 那整个是这样一个 一个完整的UIL 才能作为一个防御移民 去防御我的bucket 那这个青岛节点 每一个阶段其实都有外网和内网 外网的话直接就是OSS-CN-青岛 后面是R0.cs.s 如果是内网访问的话需要有internal 这样的语名是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说内外网呢 假设我的用服务器和OSS-CN-直接支持用内网通信 同地域直接用内网通信的话 那我可以节省贷款的费用 不用花贷款费 我直接通过ECS内网和连接OSS-CN-的内网地址就可以了 又安全又节约费用 那外列地址的一个构成 我看到说bucket的名称 然后中间是hostname 就是我们的andpoint 然后后面是我的文件名 三部分组成 bucket的名称 所以中心名称和你的object名称 那如果说 这个单每个bucket的都有学习了 公共读或者公共读写 都是不一样的 等一下我们展示的时候 会看到我们的学习设置 是如何的构成 这是整个的相关的一些概念 就讲到这里 甭小姐的内容 那结束 谢谢观看